法治是新加坡模式的最大特征 而大法官则是司法的最高掌权者 在总统不在国内等三种情况下 可以代行总统职务 今天1月9日 新加坡前任大法官杨邦孝逝世 享年93岁 他是新加坡法律改革主导人 废除新加坡法官沿用英式的假发 让新加坡的司法制度从沉睡中苏醒 成为亚洲第一 同时他也是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同学 在李光耀的游说下 放弃200万新碧年薪当法官 不过知道他的家族背景后 发现200万也不算啥 1990年9月28日 杨邦孝正式出任新加坡首席大法官 众所周知 新加坡的司法体系承袭自英联邦 而英联邦的法官们都要戴假发 是权威的象征 而杨邦孝上任后的第一次发言时 就宣布废除新加坡法官沿用多年的英式假发 所以 现在大家看到的新加坡法官都不戴假发了 但发袍还是有穿的 杨邦孝上任两年 解决了高等法院之前积压的2000宗案件 李光耀回忆录中记载 杨邦孝修改条规和惯例 防止律师利用这类条例拖延案件的审理工作 或使得审讯延期 他还把资讯科技引入法庭 加速完成工作 到1999年 新加坡的法庭已经在世界上文明辖尔 不论是发展中国家 还是发达国家的法官 律师都慕名前来考察杨邦孝的改组成果 世界银行向其他国家推荐新加坡出庭和高庭制度 作为学习的典范 同时 世界评级机构也给新加坡的司法制度打了高分 90年代 瑞士国际管理与发展研究院出版的世界竞争历年报 年年在社会人士对司法公正的信心这一栏 把新加坡列为亚洲国家之首 他们说 好看的人跟好看的人一起玩 那大法官和总理一起玩 就不足为奇了 杨邦孝和新加坡开国总理在剑桥法学院同窗三年 李光耀在自传中说 他杨邦孝的功课怎么样 我很清楚 1946年第一个学期的课我没上 于是向他借了听讲的笔记 那些笔记完整且井井有条 为我提供了清楚的课程概要 六个月后 我在第一年的法律考试中名列前茅 邦孝也一样 杨邦孝在李光耀去世后出版的《静看李光耀》一书中 也写了一段剑桥求学往事 一个寒冬 杨邦孝病倒 醒来时却看到壁炉里烧着火 后来才从房东处得知 这桶煤炭是李光耀扛着在雪中走了近一公里路送来的 从剑桥毕业后 两人一直保持联系 李光耀曾在1976年请杨邦孝出任最高法院法官 但杨当时是华侨银行的副主席 婉拒了这个提议 1988年李光耀决定要在1990年卸下总理职务 但接班的总理吴作洞跟法律界没有什么关系 李光耀认为要他决定合适的大法官人选恐怕会有困难 于是李光耀又盯上了老同学杨邦孝 那时的杨邦孝已经是新加坡规模最大的银行 华侨银行的主席 1989年的一天 李光耀和杨邦孝共进午餐时 再次邀请他出任大法官 李光耀向他游说 指出他已经登上新加坡最大银行的最高职位 在那里付出心血只能让数千名雇员和更多股东受益 出任大法官的话 却能使执法工作追上时代 造福整个社会和新加坡的经济 如果他答应的话 就必须先在最高法院担任法官一年 重新容忍法律界 然后才能出任大法官 杨邦孝让李光耀给他时间考虑 因为如果答应了 杨邦孝的生活会发生巨大变化 还要放弃银行200多万新币的年薪 当时法官的年薪不到30万新币 相当于银行新税的七分之一 不过 在考虑了一个月之后 杨邦孝答应了当大法官 接替当时已经72岁高龄的黄宗仁大法官 之所以对于任命杨邦孝为大法官这么执着 李光耀回忆录中写道 他在日治时期和马来西亚种族暴乱期间吃过苦头 对通过司法维持社会秩序有强烈的看法 他对多元种族社会的看法 对于应该怎样去培养和治理这种社会 对处于这个区域的这样一个社会 应该以什么态度对待法治的问题 跟我的见解没什么不同 杨邦孝在司法部门的最高职位任职15年多 四次被重新受委任 曾见证李显龙成为新加坡新一任总理 退休后 他曾就任新加坡法律服务委员会主席 及新加坡少数民族权力总统委员会主席 杨邦孝祖父杨宜斋是马来西亚著名乔领 父亲杨旭林也是著名律师 在马来西亚创立了大名鼎鼎的旭林吉木律师事务所 杨旭林热衷于慈善事业 对马来西亚当地社区贡献颇多 1955年 马来亚法律杂志评价杨旭林 只要他愿意 他的人生可以是舒适悠闲的 但他选择了辛苦劳作的人生 将绝大部分的精力花在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服务 对新加坡国立大学 NEWS比较了解的朋友可能会觉得 咦 杨旭林这个名字怎么有点眼熟 来 NEWS的医学院叫什么 杨旭林医学院啊 没错 杨旭林就是杨旭林的兄弟 是杨帮校的叔叔 以杨旭林命名 是因为在2005年 杨旭林基金曾捐出一亿新币 给NEWS推进医学院的发展 政府还进行了一比一资助 就是捐款人捐一新币 政府补贴一新币 直接让这笔捐款增值到两亿新币 这可是NEWS创办至今收到的最大笔捐款啊 NEWS的音乐学院也是他们家捐的 杨旭林基金先后给音乐学院捐赠了5000万新币 所以学院以杨旭林的小女儿杨秀桃命名 杨秀桃的姐姐杨秀云和杨帮校 曾参加杨秀桃音乐学院的开幕庆典 新加坡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也发表道词 昌杨帮校好像一个巨人一样 对建设新加坡与其制度无私奉献 尚穆根还说 能在杨帮校当高庭法官和大法官时担任律师 见识到他在庭上如何审理案件 是自己的荣幸 的确 新加坡拥有现在完善的司法体系 杨帮校功不可没 虽然今天他去找自己的老同学叙旧了 但他对新加坡法律界的影响 还将一直延续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